當你開始想著下一餐要吃什麼 今晚我想來點番茄搗蛋 還有咖哩 這是我們採買食材的日常 在山林裡 台灣黑熊也正在四處尋找他的食物 當我們回到溫馨的家 開始了一段幸福的下午茶時光 同時在湖畔邊 水路也開始了他的下午茶 你有想過一整天下來 這些塑膠垃圾去了哪裡嗎 是的 這是我們的垃圾場 而這卻是 動物們的家 等等 若你願意開始改變 環境也會開始變得不一樣 請全聯支援減速 共同保護台灣環境